我們在這裡做宣教, 我們做宣教對於華人的宣教。 主要是耶穌給我們的禁禮。 耶穌告誡,去教導萬國萬民。 耶穌也對漁夫們說,來跟隨我,我教你們得了。 耶穌並不是說要創辦一個俱樂社會, 或是一個閉嘴的俱樂部,或是一個責任的俱樂部。 但是,趕快來,聖徒們, 當時會有聖徒的教導, 教導,聖徒的聖徒, 使得他們去祈禱, 給他們全世界的福祉。 還有其他事件, 我們可以分享自己的福祉。 我們不能保持祈祖的神, 如果我們擁有耶穌基督, 我們說,這就是我, 我放在我的口袋裡, 我不會告訴你什麼。 其實,要擁有耶穌基督, 這就是要分享給你。 我們有更多耶穌基督, 如果我們想要有祂, 我們會分享更多耶穌基督。 我講過很多次, 我們不只會來教會, 就是因為我們有所需求的。 每個人都會有所需求的。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去聖堂, 有些人會去祂, 去祂,去祂,去祂,去祂。 祂,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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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祂, 祂,去祂,去祂,去祂。 或者,我可以說, 另一種方法, 就是將我們自己全心全意地獻祂。 祂,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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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祂。 當耶穌進去祂, 就像一種香氣, 像一種火, 像一種熱的東西。 我們當耶穌進去祂。 我們將這些散發出去, 無法延使之所繁衛。 這就是為何, 聖堂不是一個個人的事, 只是祂在家中, 算是,這不是聖堂。 聖禮儀並不能稱為聖禮儀。 如果有人說, 我沒有關心其他人, 我只關心自己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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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關心自己。 即使他在教會做了某些大貢獻, 不管他做了什麼事。 因為這週末,我們在聖節節奉獻, 聖節節奉獻, 聖節奉獻和聖節奉獻, 聖節節奉獻和聖節節奉獻, 聖節節奉獻和聖節節奉獻。 我們看到, 甚至這些人, 他們都沒有教育, 甚至不知識的事情, 他們都會改變世界。 聖節奉獻, 不僅是教育, 也就是教育, 也都會發展到世界上。 聖徒,他們是福祉的人, 也沒有受高深的教育。 我們所謂的聖徒, 聖徒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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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徒。 聖徒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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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徒。 聖徒,聖徒,聖徒,聖徒的聖徒但聖徒,。 聖徒是蘇。聖徒在聖徒前。 聖徒在聖徒前, 聖徒在聖徒前, 耶穌還沒上十字架, 優遲禮耶穌還沒上十字架, 那是聖誕前, 祂已經聖誕祂跟聖誕。 耶穌不斷地繼續祥祢分享出去。 我們看到今天的福音書記載的使徒是神的子民。